好 下面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天气 那现在呢 春运正在进行当中 春运路上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 今明两天 黄淮南部 江淮北部 江南大部 华南中北部将降温6到8摄氏度 同时呢 由于降雪强度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早31号解除了前一天发布的暴雪黄色预警 但是预计今明两天 新疆西北部和西藏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雪 局部地区有大雪或者是暴雪 受这股冷空气的影响 30号 内蒙古 河北北部 北京 山西北部及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5到7级阵风 新疆北部 内蒙古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6到12摄氏度 除了大风降温 冷空气还给多地带来降雪或降雨 30号 甘肃 张业市明乐县浦江中雪 最大积雪深度达5厘米 最低气温降至零下19度 由于最低气温持续时间长 造成严重的道路结冰现象 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当地交警在城区重点路口 路段维护交通秩序 撒盐除雪 疏导人流车流 29号晚开始 陕西中南部21个区线出现降雨降雪天气 今天 陕西中南部的雨雪天气还将持续 此外 受冷空气影响 陕西全省将出现平均4到6度的降温天气 因为镇值春运高分期 尤其是安徽的东北部到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话 降雪量相对比较大 而且后期气温将对持续比较低 所以这些地区的降雪下来 如果出现这种道路结冰或者积雪的情况的话 并不太容易融化 可能会对春运交通带来比较大的不利影响 感谢观看